幸福的汉斯 有一个人叫汉斯 他给主人干了七年的活 临走的时候 主人给了他很大一块金子 汉斯就拿了一个大口袋 把金块装起来 放到街上 高高兴兴地回家看望妈妈 他走啊走啊 不一会儿就走不动了 因为金子太重了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这时 他看见一个人骑着马跑过来 他坐在马上 舒舒服服的 还唱着歌 汉斯大声说 骑马真是好啊 又快又舒服 骑马的人听见了 就停下来问他 那你为什么要走路呢 汉斯跌了跌 肩上扛的金子 我扛着金子呢 马肯定拖不动 骑马的人一看 那么一大块金子 眼睛都直了 急忙说 哎呀 那你多辛苦啊 要不我把马给你 你只要把金子给我就行了 汉斯非常愿意 就把金子给了那个人 自己洋洋得意地 骑在马上 继续往前走 走着走着 汉斯先马跑得不够快 就在马屁股上 狠狠拍了一巴掌 马一下子受惊了 撒开腿就跑了起来 把汉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幸好 一个赶着母牛的农夫过来 拦住了他 汉斯一边揉着摔疼的屁股 一边对农夫抱怨 哎哟 疼死我了 我再也不起马了 哎 我拿马跟你换母牛好不好 马比母牛值钱的多 农夫当然同意了 就把母牛给了他 汉斯赶着牛 一边走 一边想 还是母牛好啊 以后我可以天天喝牛奶 真是比神仙还快活呢 到了中午 汉斯 汉斯口渴了 就把牛拴在树上 想想挤奶喝 可是他挤呀挤呀 挤呀 怎么都挤不出来 母牛痛坏了 就扬起蹄子 狠狠踢了他一脚 汉斯 汉斯掩一番 昏了过去 后来 一个屠夫牵着一头小猪 经过这里 扶起了汉斯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汉斯昏昏沉沉的说 这 这该死的牛 我就是想挤点牛奶喝 他竟然敢踢我 屠夫从怀里掏出酒瓶 递给他 说 嗨 来喝口酒吧 你呀 被人骗了 这头牛太老了 根本就没有奶 还是杀了吃肉吧 汉斯摇了摇头说 牛肉不好吃 我喜欢吃猪肉 诶 你不是有一头小猪吧 我拿牛跟你换吧 就这样 汉斯又用牛 换了屠夫的小猪 他牵着猪 继续往前走 想到 马上就可以吃到猪肉了 心里非常快活 正走着 他又碰到一个 赶鹅的孩子 孩子告诉汉斯 这只白鹅这么肥 做成烧鹅 可香了 汉斯一听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不用说 他马上拿小猪 换了白鹅 一边得意地对自己说 我是多么幸福 我要先吃一顿烧鹅 把喷香的鹅油 留下来 还能做鹅油面包吃 对了 用拔下的鹅毛 做枕头 妈妈肯定会喜欢的 他走过一个村庄 看见一个磨剪刀的人 推着小车 摇着小鼓 边走边唱 磨刀人告诉汉斯 你知道吗 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因为手艺就是金子 我的口袋里 随时都有钱 在叮当作响呢 汉斯羡慕得不得了 就问磨刀人 我怎样才能像你一样 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呢 很简单 只要有一块磨刀石 就行了 汉斯迫不及待地 用白鹅换了磨刀石 扛着石头就往家走 可走了一会儿 他就累坏了 背上的石头 像山一样压着他 他走到一口水井边 打算喝口水 可是一不小心 石头噗通一声 落到井里去了 背上顿时轻松了许多 他快乐地喊了出来 太好了 我再也不用 扛那么沉重的石头了 他痛痛快快 喝了一通井水 然后一路哼着歌 回到妈妈身边 他觉得呀 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 我今晚家过去 我会帮你 我会帮到 enemy 我会帮到你 我会帮你 你 我会的 我会